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件事情的成功不仅需要福德、智慧 还要实节、因缘、缺一不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讲戒定慧三学 也叫戒定慧三不漏学 戒律它是两个概件 戒是不能做 律是一定要做 连起来就叫戒律 戒律有好多种 在家居士 就是居家修行之士 居士戒律一般是五戒 另外还有八观摘戒 还有居士的菩萨戒 出家人戒律就更多了 出家人戒律 有沙弥十戒 比丘二百五十戒 另外还有比丘尼三百四十九戒 戒律就很多很多 也就是说一天 从你早晨睁开眼 凌晨呢 这个也到晚上上床睡觉 这一天都有戒律的 行住坐卧都有戒律 来约束 居士的戒律就是五戒 第一不杀生 第二不偷盗 第三不邪淫 第四不妄语 第五不淫酒 这是居士五戒 这很重要的呀 前四戒叫性戒 叫根本戒律 第五戒叫遮戒 这个遮戒不是遮盖的遮了 就是次要的戒律 也叫遮戒 不杀生能够徜养大家的慈悲心 和爱心 现在叫爱心 佛教就叫慈悲心 尊重他人 包括尊重动物 都要尊重 这样我们才能够健康长寿 也能够受人的尊重 不偷盗 能够提高我们的人格 也能得到大家的尊重 不邪音呢 是尊重别人 同时我们自己的家庭 还能够和睦 还能安乐 许多社会问题 因为邪音引起的 婚外恋嘛 家庭就破裂了 这个是很不好的事情 希望大家都能够家庭和睦 白头偕老 第四戒是不妄语 不妄语就是说真话 当然可以遮戒了 比如说你上医院 看到病人去了 人家得癌症快死了 你实话实说 你得癌症啊 我看看你以后咱们见不着了 眼泪也流出来了 你给人家增加了思想负担了 虽然你说 你实话实说了 可是你给人家增加了思想负担了 这也不行 怎么办 自己跟自己说遮戒 你如果受了戒才说遮戒啊 你没受戒就不用说遮戒了 打个方便妄语 你的病不重 很快就好了 让人家提高跟疾病作斗中的勇气 和信心 我们作为佛门弟子 和一切善良的人们应该这样做 不饮酒呢 能够使我们能够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 因为喝酒以后啊 他们乱性 佛说呀 喝酒会使人乱性 佛曾经讲一个故事 一个佛门弟子居士啊 在家居士 自己在家里喝闷酒 喝着喝着喝晕了 喝多了 酒壮雄人胆啊 看见邻居家的小鸡跑他家院子来了 趁着酒性 把人家鸡给抓住杀了 炒吧炒吧 就酒喝了 犯了杀业 犯了盗业 待一会儿 邻居家的妇女来找鸡 问她看见小鸡没有 她说没看见 不打妄语也犯了 就看人家长得挺漂亮 把人家强奸了 杀到阴亡 因为喝酒都犯了 这四个根本戒律全都犯了 所以佛说 喝酒会使人乱性 根据食品生物化学 酒精啊 就是乙醇啊 会使人中毒的 少量的酒精在体内 会使你兴奋 舒筋活血 但是多了以后 会麻醉神经 叫酒精中毒 对身体是不利的 尤其是喝酒 成了瘾之后 那就更不得了 那个酒虫啊 在你嗓子里挠啊 那你喝吧 你皮肤都变厚 你得早早地变成黄脸婆 男的到了四五十岁以后 什么病都来 知道吧 所以要想健康长寿 要想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 让你的企业兴旺发达 不要喝酒 这是五界很重要的 这个五界呀 是我们行为的准则 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 它和人义理智信呢 我们中国的传统的道德 人义理智信是相应的 不杀生 人者爱人嘛 这就是人 但是从佛教来讲 不单是人不能杀 连动物都不能杀 不偷盗 只讲义 帮助别人 不邪音是礼 不忘语是守信用 不饮酒是有智慧 跟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一样的 咱们看看古籍的高僧大德们 哪一位不是有很高的修养 很高的修为 很高的道德呀 大家都非常尊重的 作为我们平常人也要这样做 作为我们平常人也要这样做 都要守规矩 遵守法律 遵守道德 那么人格和道德从哪里来呢 是从戒律中来的 要遵守戒律 那么我们作为普通人 要遵守国家法律 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遵守道德规范 这个也很重要 另外呢 还有三句境界 什么叫三句境界呢 叫愿断一切恶 愿修一切善 适度一切众生 结成佛道 这就叫三句境界 把全部的戒律都概括到里头了 三句境界 大家都要这么做 不管你是不是佛门弟子 都要这样做 戒律在佛教中的作用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意义 刚才是讲戒律 第二个呢 要增强定力 这个平常说禅定 什么叫定啊 就是心住一静而不散乱 就叫定 什么叫禅定呢 心住一静下的静思维 就叫禅定 不是说坐在那里 一打坐 眼睛一闭 什么也不想 那是不对的 是心住一静 集中到一件事上 这种静思维 就叫禅定 通过禅定 来增加我们的定力 世界上 可以说 一切成功的人士 不管是出家 在家 不管男女 都是定力 很高 不随 静转 不为外事 外界 所动 他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 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所以这个定力呀 对大家来讲 对每个人 尤其是对企业家来讲 最重要 没有定力 别人说 张三说 也有道理 李四说 也有道理 你们有个主心股 你就不会有正确的阶段 所以大家呢 要修定 要修定力 那么禅定的作用呢 他能够放松放下 得到解脱 去烦恼 开智慧 叫戒定会三学嘛 佛门讲 因戒生定 因定开会 因为先有戒律 才能有定力 如果你没有戒律 那就很难说定力 通过修定以后 来去烦恼 开智慧 解脱 放下 叫心静则定 定则智慧线 那么智慧线 才能明理 才能明 心注一定 心注一静 而无他念 为之定 如果他念 微动 这时候 就会产生 无名烦恼 无名烦恼 一起 你这个心就不定了 只有 未有他念的时候 心才不散乱 这时候 万德巨足 一切智慧 自然现前 才能开大智慧 不但学佛人 要有定力 就是不学佛的人 也要有定力 这样才能 不会被 复杂 纷纭的 世间万象 所迷惑 才能够永远保持 清醒的头脑 才能够保持 真知灼见 这样你的事业 才能成功 所谓 富贵不能因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这就叫定力 知道吗 定力 是由修养得来的 得修 那么大家都要修 无论出家在家 都要修 所谓修行 就是修改改正 自己不正确 乃至错误的 思想言论行为 这就叫修行 这个古往今来 所有 功在天下 名存 名垂万事者 都是因为定力 才能成功 你像诸葛亮 诸葛武侯 他就讲 淡泊宁静 淡泊宁静吗 无淡泊 不能明智 无宁静 不能致远 所以诸葛亮能成功 就因为淡泊宁静 四个字 宁静就是定力 淡泊 心静了 这样智才能明 淡泊宁静 那么宁静呢 才能够致远 他能够静下心来 思考问题 事业才能成功 音界声定 游定开会 般若智慧 是我们修行的目的和目标 那么第三个就是会 戒定会 三学嘛 有戒 有定 因定 开会 开智慧 智慧 是我们修行的目的和目标 因为禅定啊 他能够增加个人的定力 能开智慧 才能不会被世间复杂纷纭的 上海万象所困扰 而做出理智的智慧的决定 佛教讲的是般若智慧 般若是印度化 音译来的 叫般若 因为他意义啊 很多 不是用一个智慧两字 能够概括的 因此呢 我们叫翻译啊 叫这个意多不翻 只是因意而已 那么般若呢 可以说是大智慧 妙智慧 平常我们说般若智慧 连起来用 把印度的般若 跟中国的智慧两个 那两个词连起来用 叫般若智慧 般若智慧就不是 世间的小聪明了 世间的小聪明 它不叫智慧的 那只是小聪明而已 包括学问 任达常说 现在的好多大学生 研究生没有学问 没什么学问呢 没有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学问 知道吗 读书再多 不懂得中国传统文化 不行的 我们是东方 不是西方 东方有东方的特点 要懂中国的传统文化 其中就包括 佛学 佛教文化 这样 你对企业管理 才能够上一个档次 这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 叫北山灵右禅师 北山灵右禅师 开悟的故事 以前给弟子们讲过 今天就不讲 讲什么事呢 就是北山灵右禅师啊 他是百丈淮海的弟子 百丈淮海禅师 百丈律清规嘛 现在要清规说 清规戒律 这个名词 这个成语啊 也是从佛教中来的 清规戒律谁制定的 百丈淮海禅师 制定的清规 叫百丈清规 百丈淮海禅师 他让灵右禅师 去湖南的 一阳大尾山 建道场 结果 这个灵右禅师 到了尾山之后啊 七八年 号召采野果冲击 生活非常艰苦 一个人都没有 原来 这个司马头驼 还说大尾山 能住一千五百人 待了七八年 一个人不去 灵右禅师 沉不住气了 他要走 最后走到了山口 那个蛇呀 虎呀 狼虫虎豹 挡着路 这个灵右禅师 就跟这些动物们喊 他说 你们给我走开 如果我跟 这个大尾山有缘分 你们就走开 我就知道 我再回去 如果我跟大尾山 没缘 你们在这不动 我走过去 你们把我吃掉 算了 这么灵右禅师 这么说了以后啊 那个蛇呀 也爬走了 狼啊 虎啊 也走开了 灵右禅师一看 哇 跟这个大尾山 还是有缘呢 不能走啊 又翻回去 回到他的小茅草房 接着住下来 结果不到一年的时间 揽安和尚 从百丈淮海那里来 又带了几个出家人 来辅作灵右禅师 这人就多了 大家种地 开荒 结果山民们呢 受感动 在这里建寺院 等后来呢 唐朝的宰相 很有名的宰相 叫陪修啊 来拜访 北山林右禅师 从此 北山林右禅师 名声大振 在这里 弘扬佛法四十年呢 真是住了一千五百人 成了一个大道场 北山林右禅师 也成为禅宗的 一花托五叶嘛 第一个 叫韦阳宗的创始人 中国的这个禅宗啊 后来又分成五家 第一个 就是韦阳宗 就是伟山林右禅师 创立的 韦阳宗 所以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通过这件事情 就说一件事情 它的成功 要有它的因缘 而且也有 辅得 辅得因缘 还有实解 都很重要 这些个因素 缺一不可 关键 还是它自己的修为 和修行 既要有 辅得智慧 还有有实解 因缘 这四个条件 都具备 才可以 一个企业的成功 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无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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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